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不少人可能都使用过第三方德式预兆的应用软件 比如说Grab Taxi跟Uber 对 那么根据交通部的统计 目前每天的德式载客烫次当中 有大约4%的乘客选择通过第三方软件预兆德式 并且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加 是的 比如说有一些提供第三方德式预兆服务的业者 他们除了提供德式的预兆服务 也跟私人出租车公司合作 把车子出租给个人去提供专车载送预约服务 大家比较熟悉就是Grab Taxi跟Uber 都有这样的一个服务 对 那么刚刚上任的交通部长许文远 最近就宣布政府将检讨这项 私人出租车预兆软件的运作模式 确保不同的德式业者呢 能在公平的环境下竞争 而究竟要怎么样才能保证乘客在安全可靠的前提下 享受更好的德式服务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十分访谈要讨论的焦点了 我们请到的是李德宏博士 你好 以及房博士同学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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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这个首先请教房同学 据说你常常使用这个第三方的德式预兆服务 你觉得它的好处给你带来便利有哪些 我比较经常使用的就是UberX 它就是私家车的服务 我最开始使用的是因为我同学介绍 如果你使用同学的这个推荐麻油 十元的这个礼券 对于我一个学生来说 我当然就是义不容辞的注册了 那可以理解为这种在学生当中应该是蛮广泛的 是啊 是非常非常 相对比较有趣 大家都很喜欢用 对 而且它十分方便 而且我们作为一个手持智能手机长大的一代的人 对这个这方面的东西可以说是非常的熟悉 也非常的热爱 对 所以好处就是省钱 对对对 然后又省时 对 它你不需要付这个轿车的费用 跟传统的德式服务比较不一样 而且现在大家都有信用卡或者是借贷卡 所以付款方面是非常方便的 是 李博士 政府现在在探讨 要进一步的去检讨现有私人出租车预兆软件运作程序 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 以我个人来看我觉得非常有这个必要 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知道私人出租车 它基本上它所实施的这个功能 跟出租车基本上这个界线已经变得非常的模糊 主要就是原因现在有智能手机 在早期私人出租车 它没有办法找到它的打客 多半都是透熟客 或者是说大型的公司企业用户 但是现在由于这个应用软件 它可以直接的面对到客户 因此它直接冲击到传统出租车这个行业 那么我的论点就是说 我们知道新加坡有28600辆德式 大约等于有5万个经常使用 经常作为德式这个行业的司机 它所牵涉到带来的这个影响的 这个核心人口数 因为你知道我们在新加坡 我们对于这个德式 它必须是年满30岁的成年人 那么而且它通过一定的这个考核 才能够进入这个行业 那么它所直接所带来的核心人口数 而且我们讲的都是新加坡的这个公民 那么我认为这个跟德式这个行业相关 根据我们自己的估算 大约有40万到50万这个区间 新加坡的公民人数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 大约是340万 因此这是一个这样 3分之10左右 因此也就是说这一部分 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处理的话 会影响到一个社会的一个稳定性 包括他们的这个生计问题 我觉得刚开始两个方面 这个两位嘉宾都很有意思 一个比较主张消费者 一个从司机的角度 我请教房同学 那你作为这个使用者 我们知道了很多的好处 当然 不过你另外有没有考虑过 司机这一方面 就是比如说他们提供服务的安全性 等等 你有没有考虑这个方面 我有的时候会有 不论是他们驾驶者的驾驶技术 还是他们私家车的保养的程度 我都有一定的考量 但是我个人对本地的驾驶考试的程度 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就是考驾照的程序 对对对 因为我有一些同学考了几次都还没过 对所以我对这方面是很有信心 而且我相信他们这些第三方的公司 也并不是来者不拒 什么申请人都接受 他们也是有一定的自己的考核标准 至于在 而且其实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当我上学要迟到的时候 我对一切的考量我都已经是抛到九霄一万 谁最快就最好 只要能提供服务 是的 但是车子的保养跟现状你不会知道 要看到你家楼下才看得到 不是吗 他已经讲了已经不顾了 对 到那个时候已经管不了那么多 只要能开上路的 对 是 那我想问这个李博士 其实这个私家车的驾驶 师傅他本身不需要持有德式司机的驾照 在目前来看是不需要的 政府还没有实施这样的一个条规 但是我相信或许在未来 这个条规会实施 那么我们也知道 今天不是说你驾车 就代表你可以使用这个驾驶 作为你的职业 一个职业的驾驶人 比如说德式师傅 他还要经过一定程度的培训 额外的要求 对 他有额外的要求 包括什么呢 比如说他要对新加坡的路网 有一定的熟悉程度 那么而且他甚至要知道 怎么样来提供这个服务给 给这个搭课 那么他们都要去德式师傅学院去上课 那么除此之外 他们对于整体的交通状况 由于他每天在路上跑 他有很强的一个熟悉程度 那么每一家公司 我们都知道 在新加坡德式有六家公司 那么这六家公司 他其实彼此的竞争性是非常的强的 那么因此各家也都会有 额外的对于师傅的一些要求 因为大家都是以盈利为作 作为他一个很主要的一个考量 因此如何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服务 都是各家德式公司 一直挂记在心上的一件事 就是李博士的意思 恐怕这个额外的要求 还包括你提供服务工具 也就是出租车的保养 车灵等等这些 那么我们也知道在新加坡德式 他们也要有COE8年 那么现在我们就是去做私人出租车 我们也从一些统计数据我们看到 在今年到目前为止 出租车的这个数量 已经比前三年的总和都要多了 它租来绝对不是作为个人使用 我自己相信 那么因此很多都是提供 这种私人出租车服务 他们的车领在哪里 很多都是七年 八年 九年 甚至超过十年的 我们称之为COE车 它只要领利它的COE 它只要付出一个很低廉的租金 它就可以继续来驾驶这个车 因此它的车矿我个人是堪忧的 我个人对这个有很大的保留成 是 博士你自己有没有做过 我有做过 的经验 我可以这么说 我曾经有一次做Uber 做到一半 我跟他说 你可不可以靠边 我来开 我一样付你钱 怎么了 因为他很明显 他不是一个很熟练的一个驾驶人 我相信我的驾驶经验比他要好 因为我坐在车上 我觉得很不安全 很不舒适 那么甚至到一半 冷气就没有了 那么因此我认为说 这些东西都是一些潜在的一个问题 那么新加坡作为一个国际的都会 我们有迎接到很多的国际旅客 德式在新加坡 其实已经是一个相当 有良好服务水平的一个行业 我们应该要扶持这个行业 是 这个恐怕也是我们 这个许多远教授部长提出 要检讨的这个恐怕考虑的因素之一 前提到房东学目前在你使用的 这个私家车里面如果假设车子半路泡锚或者有些状况 是可以有什么赔偿不付钱什么 我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 你有碰过吗 因为我个人比较幸运一点 对 我个人比较幸运 不过像李博士刚才讲的 我是遇过一次 他的车的保养并不是很好 他的后车窗有个洞 那也不是保养不好的问题 所以虽然说我不是很担心空调的问题 因为风很大 那风是很大的 对 这个很有趣 你上着这样的车 你没有提出某些疑 或者他会说 对不起 我直接扣 刚刚破了 没有直接扣的 因为是用卡付钱 不需要跟他交购的 你只能跟某公司 对 提供你的意见 那你是因为非常善良 你也没有提供你 其实主要是因为 他们开在ECP上面的时候 我也是没有办法下车 我们去哪里 所以也就算了 其实房同学的接受度很高 要求并不是十分高 那刚刚李博士你有谈到 除了这个司机 他应该要对路况很熟悉 除此之外 那安全也很重要吧 所以安全 他的这个license 跟一般我们的汽车 考到的这个执照 有什么不同 他的考试内容是不一样 就是我们知道 我们在做的这种 比试跟路试 他的内容是不一样 他们是比较复杂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驾驶人本身 不可以有重大的 这个犯罪记录 也确保搭客的这个安全性 因为你们知道 在路上跑的话 你是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 一个空间 那么因此 彼此的这种安全性 都应该要得到 适当的一个确保 是 那么房同学 如果给你来想的话 你觉得传统得势 假设现在没有第三方服务 需要改变在哪里 第一点就是 我希望他们能重新接受 Visa作为一个 这个无现金支付的 一个方式 因为现在我不清楚 具体数据 不过我相信Visa作为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 信用卡公司之一 很多人也都是使用 他们的卡的 所以只需要 Master Pass的话 像我本人我就是没有 所以我可能对 承达康福的是 使用他们的手机软件 可能就比较不方便一点 我身上必须要有现金 或者我要有NAS 才可以 支付方法可以更加全面 对 第二点就是 我希望他们的促销 和这个宣传的幅度 可以大一点 因为我个人用过 康福的这个手机软件 他们的手机软件 设计非常好 非常成熟 并不比其他的公司的差 其实更好 但是宣传方面 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力度 比较少人下载 对 你从在AppSource上面 他们的排名 他们就是排在 你种某公司后面的 所以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 是 面对第三方 德式预兆服务 加入这个市场 带来的竞争 我们都知道 那李博士 你这传统的汽车 德式服务的市场 他们应该怎么样 来解决这个问题 来应付一车难求的 一个窘境 新加坡有28600辆德式 那么这个数字 对比我们的人口数 在事业上任何城市来看 都不是低的 因此我个人认为 我们有足够的德式 其实我们从很多的 德式的供需发现 德式的数量是够的 问题在哪里 在于供需的 不均衡的一个配对 因此重点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 让德式的供给 所有的德式公司的供给 跟所有德式乘客的需求 能够在一个平台上 很好的配对 也就是说 我们只要在一个平台之上面 我们就可以叫到所有公司 它可以被我们电照的德式 其实我印象中在2008年 也就是大概7年前 就有这样的 对 那个是电话服务 但是那个基本上是一个 通话转接的服务 跟我现在所谈的就是 一站式 而且可以直接的订到车 这有本质上的不同 我认为这个是我们搭客当中 大家真心想要看见的 这个就是要有关部门 来统筹六家不同公司的 我认为这个是可以做到 还是一个挑战 我想 我们今天十分访谈 很高兴邀请到 李博士的参与 还有房同学您的意见 对 是 观众朋友 如果你想针对 今天的话题 提出你个人的看法 非常欢迎大家到 市城有约 面部网页留言 广告回来是下段的新闻 我们回头见 稍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